大家好,我是駭鱼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雪山任务辅职GR349 龙羽枪元神成就全收集 1.0到4.8共1240个 已完结,包含天地问向隐藏成就 每日任务,世界BOSS及其他蒙德 离乐成就核对,350到448,共99个 这期视频我们来收集龙羽枪接着成就 这些成就属于雪山任务合机里面的 为什么现在才拿,是因为在成就里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个雪山的成就 它没有算在天地望向里 我们下笔视频核对一下主线任务必得成就 和大世界探索成就 比如找宝箱、送仙灵、还有限时挑战之类的 这些核对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去到期了 来,现在我们打开地图 来到雪山最右下角这个棋笔点 在海边接着 到棋笔点之后,我们把视线撞到西方向 从这个小木床走出来向前游 前面可以创到一个秋秋平塔网 不顶着几千清掉了 在这会有着能量罩 里面有一颗龙牙 你清掉那颗秋秋网才进得来 我们拿上这个奇怪的牙齿 就会在任务狼里面自动接到一个任务 叫腐蚀之牙 我们来打开地图 根据任务指引来到这个棋笔点 我们去找御霞对话 来两个人物都对话之后 我们点击任务追踪 然后打开地图 先来到棋笔点 我们去找龙牙 爆棋笔点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西北方向 从这跳下来 然后抬翅膀朝前飞 我们的第一次龙牙 在那个血伤的心脏处 龙的心脏处 所以我们要从棋笔走进去 来飞过这根类捕之后 我们开始降噪度 之后把视线转到背后 我们从这儿进去 这会有一个像心脏一样的东西 我们的第一次龙牙就在这 安宇的翅膀子 我们来捡起地球龙牙 之后来打开地图 我们来到棉笔鼓 左上角的棋笔点 到棋笔点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东北方向 从这儿先游做去 我们去核对岸 上之后可以探见一个曹史莱姆 我们先晃出大殿角色 来打破这只生翅之石 我们拿一下 然后再倡向我们的东北方向 前面有一块这个冰 我们用生翅之石把它打破一下 就是有路来打破也完全来得及 这是我们的第二条牙齿 好拿上这条牙齿之后 我们再打开地图 回到当才这个棋笔点 到棋笔点之后 例次我们把视线撞到西南方向 找一个离对岸近的地方 我们过河 好上之后我们把视线撞到南方向 从这儿走舵去 好出发 路桌带两个笔子之后 我们再朝前走 换见这个火枪 在火枪旁边 带的牙齿处有几个调查点 我们调查一下 这是第三块牙齿 拿上带牙齿之后 小伙伴们要是有新银矿 可以直接回去交任务 我带没有新银矿的小伙伴 跑一遍吧 往来我们先来到这个 雪藏之都近郊这起点成像处 旧东起点成像 到起点成像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背后 然后贴着左边这个墙提走 我们进入这个商洞 上完台阶之后 我们上向右手边 从这儿进来 洗衣水 接着宝箱 是为小狐狸嘴的 为五天 冒险冒险 入座宝箱之后 我们拆元素视野找不到的话 这有三者新银矿 我们用大定角色挖一下 再上向我们的左手边 这是第三者 拿上这三者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北方向 从这儿走上去 我们出洞口 出来之后 我们开翅膀照前飞 把视线撞到北偏东一点 飞过这个挑战后 我们唱向前面 在前面这块 蓝色的冰这 是我们的下一处 新银矿 这儿有三者 我们一个下最终击 拿到这三者 新银矿石 拿上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东北方向 不说小伙伴们 极航值要满了的话 前面这里银记有着火把 我们可以在这取下 看 用火元素角色点一下 好 等极航值消除的差不多了 我们再朝东方向走 从这儿跳下来 下面是我们的新银矿 这里有三者 我们移着下最终击 好 拿上创始之后 上向我们的东南方向 从这的鱼人种 营地旁边走过来 这里还有一个新银矿 拿上这个之后 我们朝前走 上座接着商体 然后把视线转到东南方向 我们沿着这条 上路走下来 到这之后 我们太师绑朝前飞 到这之后 我们太师绑朝前飞 入做这棵松树之后 前面是我们的 下一处新银矿点 在两个秋秋人旁边 这里有四个 来我们收集一下 越过来 来我们把视线撞到南方向 从这个悬崖跳下来 开始吧 我们朝前飞 下一处新银矿点 在小地图标的这个地方就是 就是 这个 按上的对的突起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叫了 这里有五的情况 来我们一的插队东西 好 拿上之后 我们先从南方向 游到对岸去 然后就一直 缺帐边走 布丁这儿 有一股没送的仙灵 如果小伙伴们 几样子也要满了 他的仙灵台就在前面 在借座位置 是张才那只仙灵的仙灵台 我们到这之后 再朝西方向走 这里也有火把 小伙伴们可以取下暖 路桌这个破床之后 我们趁向右手边一点 再记着松树前面 是我们的这次新银矿点 这里也是五这 拿上之后 来我们打开地图 这次我们来到雪葬之都 近郊 右下房地的提笔点 到提笔点之后 我们直接朝前走 入座这块石头之后 我们朝伤体上爬 那也不用爬 我们走就行 好上来之后 我们开翅膀朝前飞 在前面的雪松上面 是我们的下一处新银创点 这里也有试着 阿 好 好 拿上第四者之后 我们撞向东北方向 再朝接着松起 朝前走 上来之后 我们贴着 左手边 接着松起 就是我们的下一处行银创点 这里有四者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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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拿上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北方向 对着修修萨满 前面还有两者 卡 故 下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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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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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 CHA 這次我們來到雪葬之都近郊上房間的提壁點 到提壁點之後我們把視線先撞到東北方向 先爬落這個上面 到火把這之後我們燙向右手邊走進這個商洞 這是我們的下一處形影礦點這有商者 拿上之後我們再朝前走 在這幾個賓史萊姆旁邊 這裡還有兩個創 好拿上這兩個創之後來我們再打開地圖 類似我們來到棉龍族左下角這起批點 小伙伴們要是創作了可以直接去教任務 不用和我一起跑的 到點之後來我們把視線撞到西北方向 我們飛過來 我們爬 跑下來也沒事來我們繼續朝前走 之後我們貼著左邊地的商品 然後朝西方向走 這裡主要是怕油的小伙伴 沒有新營創 也沒有那種暴率加倍的 就只能一日一日踩 我會帶大家跑武士捷的放點 肯定是能採購的 好拿上這次之後來我們再打開地圖 這次我們來到棉龍族左上角這個起批點 到起批點之後我們不用動方向 直接游到對岸 在這個枯木前面是我們的下一個點位 有桑著 拿上這桑著之後我們把視線撞到東北方向 走住了這桑著魚人中的營地 我們再朝前走 這裡還有四個五個形形礦石 這裡是兩個 打完之後踏向我們的頭頂 在寄個夾縫裡面還有一個 我們再下去拿下面的兩者 好拿上之後來我們打開地圖 我們登隨任務指引回到當才的營地 肯定夠啦小伙伴們吸引礦石 往我們跑了50度的點位 就算每這點位只有1隻桑 也是夠的 來我們去和這個大叔對話 好對話完成之後我們去找當才的營地心臟 我們再回到棉龍族右下角記得起批點 到起批點之後我們把實線撞到西北方向 回到當才那個像心臟一樣的傷洞 回到當才那個像心臟一樣的傷洞 好飛過 翠哥夫 夫樹吧還是棕色的樹 我們降刀度 然後創向背後 來這兒先清一波魚人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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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完之後我們套進第一個心臟 來用龍牙吸取力量 之後我們還要再清一波魚人種 清八個 來我們切一刀 拼完魚人種之後我們來獲取龍牙 點擊調查 我們可以回去交任務了 來打開地圖 回到張才的這個TP點 到TP點之後我們再去找這個大叔 把所有材料全部提交給他 五十的新銀礦 還有張才的龍牙 以及一個長柄武器原胚 移嘴長柄武器原胚 是打周本有機率掉落的 對話完成之後我們就能拿到這次成就 以及一個長槍和它的鍛造圖紙 好的這期視頻就到這裡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 這期視頻我們來核對一下 蒙德黎月及附屬地區 主線任務必得成就和大世界探索成就 這兩天視頻一直真心不穩定 接下來我們核對一下主線 蒙德的主線一共是有三張九的任務 做完之後就能獲得 做完劇情之後就能獲得 之後是黎月的 黎月的三張有十六的成就 再之後到了我們的旅人 原神的第二條主線 就是黛銀四雷部 我們找妹妹時候會落到的主線 再之後就變成了尖章 風起鶴堆我們重修群遇得 這裡有四個 再之後是旅人 第二張開禪炎巨淵的時候 我們再一次遇到了黛銀四雷部 這次是四個成就 最後說我們2.7新增的劇情 本來以為會是一個現實 結果變成了永久 感覺像蕭的二度傳說任務一樣 一共有三個 後期提示 這裡錄視頻的時候 成員巨淵主線被我送少了四個 那加上這四個我們的主線 一共是有46個 這也就是我們黎月和蒙德地區的主線任務 然後到大世界探索 開寶箱送仙嶺完成挑戰 這些成就都能獲得三次 那麼蒙德的就是有十三者 禮月的也有十三者 再之後是他們的附屬地區 比如蒙德的雪山 蒙德的雪山一共是十三者 但我們上一期做了龍與槍 那麼就是十三減一十二個 這個不算之後 就來到了我們的成員巨淵 成員巨淵是這 而不是這一淵下中 這個才是成員巨淵 成員巨淵的大世界探索有15個成就 加上這15個成就 我們這期視頻核對的成就數就是99個 我們上期視頻標號是349 那加上這99個 我們的成就總數來到了448 那麼算下來我們已經收集了一半的成就 剩下的成就在到期和虛迷 我們下的視頻就去到期 那麼這期視頻就到這裡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拜拜